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军队法制建设 就推进依法制军从严制军 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2015年中央军委将探索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 列为军事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开展军事行政诉讼工作 是全面贯彻依法制军战略的重要举措 是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积极探索 2017年7月以来 经中央军委批准 军委政法委员会在北京广州等军事法院 组织开展了军事行政诉讼试点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主要体现在 一是促进军队集中统一 运用司法手段监督部队各级 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指示 严格落实军队法规政策 保障军令政令畅通 二是助推法制军队建设 建立健全全力行使的司法监督机制 对军事机关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屡职用权 进行司法监督和制约 促进各级领导机关 依法决策 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 依法办事能力水平提升 推进制军方式 根本性转变 三是维护部队安全稳定 借助司法裁决的中立性 公正性权威性 与教育管理密切配合 最大程度上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官兵合法权益 发挥诉讼定分指征教育引导功能 为减少行政争议 消除风险隐患 增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提供法制保障 下一步 各级军事法院将按照军委政法委员会 关于全面开展军事行政诉讼工作的通知要求 充分发挥军事行政诉讼职能作用 不断提高审判工作滞效 为强军兴军提供有利法制保障 以② 少许 对